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那么今天呢 川普在两个小时以前 刚发了一个推特 似乎表现出服软的味道 被有些人解读为川普认错了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 同时这两天 中美外交人员 在推特上站的是不亦乐乎 川普到底有没有错 国内呢 就是说美国国内也在进行各种批判 所以今天我们就把这些问题 放在一起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 那我们先说川普 川普刚才发一推 那么他说什么呢 他说的大概意思 就是说亚洲裔的美国人 就是有美国国籍的 亚洲裔的美国人 是美国社区重要的一个部分 病毒来这儿 不赖他们 跟他们没有关系 你听这话说的 他们是非常amazing的人 就是他们是非常奇妙的人 非常美妙的人 是这样是一个夸赞 那么有的人就解读说 你看这个病毒不是亚裔的错 这就是川普服输了 服软了 那其实不是这么回事 川普为什么这么说 很明显亚裔美国人有选票 就是说中国人普遍来说 对于选票没有什么概念 因为我们从小也没有什么机会选票 对不对 人民代表大会 但是人家代表的事 他们举手去 跟我们也没有关系 他也不是我们选出来的 对不对 国家委任的 所以说我们没有选票的概念 但是川普不一样 他是美国 他是选举的 亚裔美国人 他是有选票的 我再说一遍 所以川普正值大选年 他有病啊 他之前低涂炮开太大了 他说这个中国病毒 中国病毒 他低涂炮开太大了 他自己有点回过味儿了 是不是也把在美国的这部分人 给骂进去了 所以说自己赶紧皮疗皮疗的发个推 安抚一下这批美国人 你们还是要投我的票 这批人有很多是早年来 已经到美国人早就入籍的了 所以实际上 他指责的这个东西还是没有变 他指责的是 是那些把病毒带到美国来的中国人 有美国绿卡 但不是美国籍 所以实际上川普是没有认错的 这老头是嘴硬 所以川普有没有错呢 我们稍后来说 先给大家介绍一个背景 这两天 中美的外交部发言人 和这个外交相关人员 那简直是站的不亦乐乎 先是赵立坚开炮 完了以后惹来一堆麻烦 这就不说了 然后呢 这个华春莹和耿爽 你看过那个神雕侠侣吗 双剑合璧 俩人在推特上用英文 核战美国这个驻华大使 和那个美国国务卿 和那个其他的一些美国官员 你来我往 站的是不亦乐乎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主要观点是这样的 主要观点说 说美方说了 中国你们1月3号告诉我们的时候 告诉我们东西都没这么严重 你没说没这么严重 而且你们还销毁了这个病毒的原本 你们还不让我们去中国武汉 帮助你们去考察 你们不让我们知道 这病毒最开始的情况 你们还拆了这个华南海洋市场 你们还毁尸灭迹 这都是你们的错 然后呢 这个华春莹呢 就怼他 华春莹就说 说 我们1月3号已经告诉你了 我告诉你了 对不对 你这不说 你赖谁呀 你这反应失怀 你赖谁呀 我都告诉你了 我告诉你了 你不说就不赖我们 所以双方就唇枪舌剑 在这跟这砍 这在外交史上 其实还是蛮少见的 一般来说呢 就是通常都是咱们的外面有发言人 指责美方 就是说你们啊 不要搬起石头砸死的脚 没跟你说 我们2019年美国砸脚好家伙 丢几十次吧 玩火自焚也有上百次了 美国一般是不回应的 结果现在双方开始打这个口水战 也是相当的这个奇特 那么在这个背景下 川普其实负有相当大的责任 所以说我们到底来判断一下 川普有没有错 那我们先来说这个美国的这个驻华大使 他说的这些推特 对中国的指责是不是事实呢 有一部分确实是事实 你比如说 中国你是不是把这个华大海业市场给拆了 是拆了 那李温都没动物了 你拆它干嘛呢 这个动机本身就确实是很匪夷所思 对吧 好 然后当时从武汉封城开始 美方专家就一直要求 这个能够随行进入武汉进行考察 就一直生生的不让进 美国说是一共是提供了多少个批次的申请 中方就不屌你 我没看见 不屌你 所以这部分说的是事实 但是咱们话说回来 这个事情也不能抹去川普的失职 我的观点 川普在这件事情上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实上在2020年1月28号 也就是武汉封城后第五天 我就做节目 就说了 你们可以去翻我的视频 这个1月28号那期 我就说说美国现在危险 美国要警惕 没人听 对不对 那个期视频YouTube还给我黄标 还不给我广告 还不给我推送 导致没什么人看 因为当时美国没有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 中美班机还召开 你知道多少人坐着飞机呜呜往美国跑 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病床多 实际上没跟你说明这个病就是这样 你有病床 有呼吸机 你就能活 没有就是死 所以医疗设施只要是这个国家足够好 到那就能得救 花多少钱都另说 所以很多人往美国跑 那么川普你在2月2号关闭了说来中国是吧 不让在中国来 可是你有什么用呢 你这飞机的人有中国来的 你不让他进 是你不让他进的 问题是飞机上其他人怎么办呢 对不对 那飞机上其他人你就不管了吗 而且呢 你光关闭这个航班就够了吗 从1月 咱们说2月2号吧 从2月2号你关闭航班开始 到今天3月多少号了 你3月18号才颁布的国家紧急生产法 对吗 中间隔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宝贵的6周时间你干嘛呢 美国现在缺呼吸机 缺口罩 缺各种设备 如果你在2月2号你就同步 这个执行这个叫什么 叫这个叫国家紧急生产法 现在6个星期过去了 你医疗物资充充足足的 你至于现在我们家门口 Casco CVS这些地方口罩还缺货吗 你不至于 对吧 你的反应就是慢了 所以错 有些人说川普一直伟光正 伟大光明正确 我觉得这个观点确实是站不住脚 不对的 就是说一个伟人也好 一个政治领袖也好 没有人不会犯错 只有童话里的皇上永远是对的 除此以外 这世界上没有人不犯错 拿破仑牛逼了一辈子 怎么样 最后不是一样遇到滑铁炉 当然滑铁炉那个例子 它是有另外的原因 它由于它自己之前做 实际滑铁炉战败事的原因是 因为它选用那个将领不行 那个将领为什么不行 是因为之前行动都战死了 那之前行动为什么战死呢 跟拿破仑自己作死也有关系 那个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 先说川普 所以说川普实际上 他为什么 他行动迟缓 他为什么行动迟缓 很明显 用屁股想到知道 他是为了选举 之前他一直说 美国经济多多多好 你看这股市 美国的就业多好多多多 你看这个数字 他一直是怕恐慌冲坏了 他这两项重要的政绩 可实际上 在面临雪崩到来的时候 你这点小九九还有用吗 没用了 你这点小九九只会被雪崩踏碎 碾过 不留痕迹 所以作为一个英明的总统 还是应该首先永远把美国人民 把你的人民放在第一位 把你的人民的安危放在底 个人得失能否连任的第一位 当然了 后期川普明白过来了以后 他做的不错 各种措施勇于去提出 美国两周到现在提出了16项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和促进的这种办法 那你包括现在检测防止交叉感染怎么办呢 美国人开着车 到了检测点以后 会给你有这个标语首饰 不要打开车窗 不要下车 在车里面打电话 你看着电话 看着车外的防疫人员 他会告诉你怎么怎么做 怎么怎么测试 戴上口罩准备好 确定没问题 然后进行怎么样的测试 那么这些措施确实非常有效的 就是减轻了这个疫情的传播 当然在纽约这种就非常密集的这种人口大都市实在没办法 而实际上除了纽约 最开始西雅图 还有加州以外 美国其他州的感染人数 目前来说都不高 当然也有可能说是 因为这方面测试的时候不够 也有可能 但是总的来说 美国作为一个大农村 同志们 我在美国真的是就是大农村 家家户户都独门独院 而且出门就开车 很少有公共交通 再除了城市以外 美国几乎你看不见公交车的 都是自己开车 所以这个交叉感染的力度和强度就大大下降了 所以现在美国后期控制的不错 但是不能抹杀掉 不能遗忘掉 他前期犯下的错误 而且最后说一点 关于美国驻华大使说的 什么中国通报情况 通报的不够严重 同志们 我们想一想 这话明显站不住脚的 因为你知道中共嘴里说的话 有多少可信度 美国你自己心里没点逼数吗 对不对 你跟中国打交道多少年了 你不是第一天认识这个政府 对吗 他什么样你心里没数吗 所以你能指望听中国官方给你通报的数字吗 你看看中国官方给我们老百姓通报数字都什么样 你还你就觉得你有自己的情报渠道 说白了 现在美国你每年CIA FBI那么多钱 对不对 你把它花哪了 你说你没有间谍渠道 不可能 中国在美国有多少间谍 美国在中国有多少间谍 那美国的间谍一定比中国多 我告诉你 包括你在俄罗斯 在全世界你有多少间谍 你有多少特工 这个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你应该采信这些情报人员给你提供的情况 我相信即便武汉封城了 我跟你们讲 在武汉一定依然会有美国的这种特工人员 而且他们一定有他们特殊的方法能够传递出消息来 那你为什么没有采信 对吧 这个问题是绕不开的 就像当年美国珍珠港被偷袭之前一样 种种迹象都向你们表明了 珍珠港将要被偷袭 但是没有人重视 被这些官僚主义 被这些愚蠢的政客们所耽误了 那么今天也是如此 那只不过总算是好歹 最后川普终归算是行悟了 算是明白过来了 他也开始采取行动 这就算是亡羊补牢 还算不晚 而川普什么时候开始转向呢 其实啊 川普转向还不完全是因为自己错了 他也是就事而为 你们要清楚 川普是个商人 商人和政客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 因为政客本身也是善于利益的交换 那么自从咱们的赵立坚同志给川普递了个大腿之后 川普一下逮着了 哎呦呵兄弟 哎行得了就是你了 他想干嘛 很多人都说你川普仇视中国 如果你这么想的话 那我只能说你太年轻了 太嫩了 你们要知道川普的一切努力 现在目前实际上都是为了2020年的总统大选 那么他的竞争对手是谁 现在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这个拜登 因为这个Bernie Sanders肯定是不行了 没戏了 那老头是又左右专 我觉得他连续选几次都选不上去 我都不知道他干嘛来的 不管怎么样嘛 反正拜登出来了 那么拜登他背后 有人说他有中国背景 这个我们无法证实 但是他儿子收中国的钱 现在在各大媒体上传的 对吧 之前都已经传遍了传烂了 谁都知道拜登背后跟中国 至少他儿子跟中国有关系 对吧 所以说川普现在为什么要说中国病毒 中国病毒 因为他在打民粹的牌 他要煽动起来美国人民 对于整个中国政府的这种痛恨 他要煽动美国对于整个中国的不满 由此 那好吧 就两个总统会选人 一个川普 一个拜登 我 川普 我是让美国great again 我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那边拜登 拜登他儿子收中国钱 你能选他吗 所以说一切在最后还是回到这个选票上来 这不是钱 这是选票 一切为了这张选票 所以说接下来不出意外的话 在美国民粹这种思想势头将会进一步抬头 事实上不只是美国 现在整个欧洲都是左派政权当道 你比如像这个默克尔是吧 德国的大妈 包括这个之前英国的那个首相 是吧 包括之前这批人 他们都是左派的 但是你看这次疫情之后 好吧 欧洲那边先被难民冲的是这个 有一些民粹主义者就已经都上了街了 现在又来这波疫情 我跟你说 这波疫情过去以后 这帮左派的这帮政权 通通的得滚蛋 后面肯定上来的绝对一损都是偏右的 或者偏右的这种右派的政权 他们讲究什么 讲究民粹 他们一定会把矛头指向中国 我跟你讲 这个趋势现在已经不可逆转了 那么美国现在川普唯一会做的事情就是什么呢 就是安抚在美国国内的 就是说不要让这个民粹烧过头 他现在川普实际上为什么今天发这个推呢 他也是给这些民粹踩刹车 就是同志们别烧过头了 我们把矛头指向国外 指向大培养对岸 你就指向那个国家 我们美国国内的 你看到的这些华人 很多都是美籍的华人 他们都是我们的朋友 他们为我们做出了贡献 不要把矛盾对向自己内部 说白了 就是生怕这些华人不给他选票 但是不管怎么说 美国国内很多人担心说 哎呦 这个砖头你在美国 你会不会被黑人打呀什么的 你放心 不会 好吧 我在的州就比较安全 再说美国家家户户都有枪 你进来一个试试 对不对 进来大散弹枪那么憨的 就呼你脸上 直接就直接嗝屁了 而且呢 这个川普现在还在降温 还在这个引导这个舆论 所以美国的华裔 会出现一些被袭击的案例和个例 但是不会大规模的出现 真正需要小心的 是中国接下来的道路 现在中国接下来的道路 非常的艰难 可以做的选择已经非常少了 我们稍后会有几期视频 专门在说这件事情 好了 那今天的这期内容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